昨天早上我在院子里面沉岛 那时候一阵一阵的风 那时候天还很晴 远山上是白色的云 一阵阵风吹来的时候 我闭上眼睛去享受 通常我们说春风拂面 那个风应该是温暖的 可是昨天早上的风是海风 非常的清凉 让人感觉非常的舒畅 非常的清新 我觉得这种感觉 清新跟舒畅 跟自由的感觉很相似 所以我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 品尝到春雨跟春风的感觉 你有没有尝过自由的感觉 今天我们的正道题目 是从自由选择到尾声 为人父母辛苦工作 迁移城市 甚至居家移民 为的就是想让下一代 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更好生活的定义 常常包括拥有更多的选择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随父母的公职来到美国 我想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 都一样 很多的学子都是受联考制度给挟制 高度的竞争 大量的恶补 只能凭分数的高低 来拼进一家比较好的学校 那时候我因为要来美国 高中毕业 我不需要参加大专联考 感觉怎样 感觉好像得到大赦 一下子从联考的制度下 被解救出来了 所以大赦以后 我怎么样使用我新得到的自由呢 第一件事 我就跑到北一旅的图书馆里面 去这过去三年 都没有时间去读的小说 在图书馆里面 我碰到一些还在那里买手苦读的 我的高中同学 他们知道我要出国 不用考大学的时候 全部都羡慕得要死 他们眼中那羡慕的眼光 我到今天都记得 我当时胸怀中保障的幸福感 到今天我也记得 来到美国以后 大学可以任我去申请 科系可以任我去选择 这样的自由 我相信是父母 把我跟我哥哥 带到美国的原因 更好的生活 更多的选择 然而 我却非常悲哀地发现 这莫大的自由 让我很失落 因为我虽然有了选择的自由 可是台湾十几年的教育 从来没有训练我有选择的能力 我完全无从着手 那生命就是这样 当你不会做选择的时候 一定会有亲戚朋友 帮你做选择 那时候有一位阿姨 就对我说 在美国 女孩子 你不是学护理 你就是学会计 那这个选择很容易 因为我怕学 所以我就选择了会计 然后我很会念书 这就成为我人生的致命伤 因为我会花四年的时间 一定会拿到这个学位 毕业以后 再加上一两年做事 会发现 这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 四年大学毕业以后 我在华盛顿首府 一家银行做会计经理 我发现那种跟着时间感爆表 这种日子很累人 而且华盛顿这个城市 号称Chocolate City 巧克力城市 就是黑人非常多 我工作的地方 上面是白人的老板 下面是黑人的下属 我这个是亚洲女人的经理 夹在中间 所以整个美国历史 种族纠纷 就在我工作的地方 轮番上场 压力很大 所以我就想转行 这时候又有人帮我建议了 在美国 中国人不是学会计 就是学什么 电脑 所以我就转行到学电脑 我再说一次 会念书很致命 因为又花了三年 我念出来了一个学位 也是MIS 然后毕业了以后 我找到南加修斯飞机公司 做系统工程师 我又做了五年的事 然后我又发现 这不是我一辈子 想要投入的领域 然后我再寻求 终于找到了文字 侍奉是我的呼召 才真正走上 神要我走上的道路 你们数学好的 跟我加一下 这中间四年大学 两年做事 三年硕士 五年系统工程师 总过多少年 十四年 OK 我花了十四年 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亚伯拉罕生下以什玛利 他以为这就是 神的应许之子 他知道十四年以后 再生下以赏 才知道 以赏才知道这 就是过去十四年 他是活在一个错误当中 十四年 十四年活在错误当中 这个代价 大不大 大不大 可是这一切 都是因为 我没有做选择的能力 然后人生处处 充满了要做选择的挑战 而且不管你是 主动 还是被动 每一个选择之后 你走下去的路 可能要用五年 十年 几十年 做单位来完成 然后他的影响 可能急于一身 而且重大决定的影响 他常常不止停留在你个人 他牵涉到我们的家人 甚至牵涉到我们的后代 这是为什么 我今天想要跟你们探讨 约书亚这很有名的一句话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句话的重点是选择 然而在更进一步探讨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约书亚是谁 他是圣经旧约当中的一个人物 是摩西的接班者 那摩西又是谁 他是一个以色列历史当中 非常著名的领袖 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就是迦南美帝 在经过种种旷野沙漠当中的 磨难和考验 摩西没有达到目的地 就过世了 接班人就是约书亚 约书亚消战善用 他带领以色列民 打了各种的战役 征服了整个迦南地 也分地给了以色列12个支派 到了这里 以色列民流浪旷野 寄居一帮的日子 总算结束了 今天我们来到 约书亚书24章 约书亚把大家全部都聚集到 事件这个地方 分享他的生命领会 他等于是给出了他的 临终遗训 总结耶稣亚的生命功课就是 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选择和挑战 所以你要怎么选 他对以色列民说 上帝拯救了你们 把你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 还在你们当中行的各样的奇迹 现在你们需要用服侍神来回应 如果你不想要服侍耶和华神 你就选择你要服侍的对象 然而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耶稣亚的遗训所呈现的 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 信仰的主要的内容 自由选择跟委身 如果走入基督教信仰 没有抓到这三点 我们等于没有入门 所以什么是信仰当中的 自由选择跟委身呢 首先自由 不只是为了离开埃及苦海 更是为了进入迦南美帝 谈到自由 约苏亚可能比我们更清楚 什么是自由的滋味 他生下来就是埃及的奴隶 而且是处于以色列民 被法老最苦代的时代 他尝过什么是鞭打的滋味 他体验过贱民趴在地上 如草芥的卑微 他参与过做砖 或田里面各样的苦工的折磨 因为那个时候 埃及非常的忌讳 以色列民生养众多 变得壮大 所以他们刻意要用 重担苦害来压制 耶稣亚就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苦不堪言 他渴望被拯救 他跟其他以色列人一起哭求过神 所以后来经历到神的拯救 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这自由的滋味 他特别的珍惜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 他说的这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亚记二十四章 十四节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这地的 亚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段话里面 含了几个重要的提问 这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很多的阶段 很多的状况 我们都要一再出现的问题 有哪些呢 首先我要如何使用我的自由呢 我要如何做一些重要的选择 什么是值得我完全地忠诚 我对谁 对什么 我需要委身 我对谁 对什么 我应该完全地投入 这些问题 不只是像我过去 不需要联考 选科系的时候需要问 对刚出校门的青年学子 或者刚成为直青的青年人 怎么找工作 也需要问 对新移民 迁移到一个新地方 你拥有不同的自由 跟选择 需要问 面临不同信仰的选择 也要问 面对生命的危机 财源 病痛 或者经济危机的时候 更要问 不同的生命阶段 拥有不同的自由跟选择 我们都要为这些最重要的生命问题 年轻的学子 面对这样的问题是人生大问 中老年人 面对这样的问题 是检验我们自己走过的路 有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没有好好的回答 很可能我们会失去 所拥有的自由跟选择 反而成为我们自己欲望的奴隶 罪的奴隶 或者尾声承诺的对象 是魔鬼 约苏亚这一段话 相当切近当时的状况 因为以色列民 在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 那其实是一种百分百的自由状态 他们不再是埃及的奴仆了 没有卖身器 不需要做苦工 拥有自己的时间 凡事可以自己做决定 要做什么事 住哪里 拜哪个神 都拥有充分的自由 然而 此时的他们 虽然拥有完全的自由 可是他们什么也还不是 因为他们还在一个过渡的阶段 在自由的过程当中 他们虽然很清楚 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自由 freedom from 可是还没有真正经验到 要自由做什么 freedom for 所以约苏亚现在提供他们 一个选择的机会 其实也是一个翻译 自由是什么意思的机会 就是了解自由是什么 人为什么需要自由 从约苏亚的话当中显示 自由的本质就是选择 他说 今日你就可以选择 所要侍奉的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里说的耶和华神 就是我们的上帝 这个选择是一个邀请 邀请你走进一个承诺 对上帝完全的忠诚 而且这位上帝配得我们具体 不抽象的完全忠诚 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并没有说你相信我 我会为你做大事 而是说我曾为你做大事 相信我 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吗 相信我 我会为你做大事 跟我曾为你做大事 相信我 差别在哪里 已经做了 对吗 在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 神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 做工了 所以 神曾经为我们做大事 要相信神 这是一个选择 那这个选择是一个邀请 他要我们对上帝 完全的忠诚 因为上帝已经彰显出来 他对我们生命当中 信实的带领 总而言之 自由的本质 表现出来是选择 选择会带我们 走进一个承诺 像我当初选择做会计 学会计 我承诺了四年 我的生命岁月 然后后来又做了两年事 任何重要的选择 都牵涉到时间 金钱 和生命的承诺 在《约书亚记》24章里面 处处可见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自由 跟承诺尾声摆在一起呢 这两者不是有一点相反吗 不是有了承诺 就没自由吗 如果我嫁给了这个人 我是不是就失去了 跟另外一个人交往的自由 对吧 所以我嫁给了永浩 我就失去了全世界 是吧 你若选择了这个公司的工作 你就失去为另外一个公司 去工作的自由 你如果决定移民到一个城市 你就失去了在另外一个城市 居住的自由 自由跟尾声这两个名词 怎么可能并列在一起呢 而且尾声跟承诺 听起来好像就是束缚 责任跟义务 真正自由的意思 不是应该像那个金恩博士 在他的我有一个梦 最后的一句话 我终于自由了 我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上帝 我们终于自由了 应该是像这样子 当初我女儿申请到UCI大学 还没开学之前 她每天都说 我等不及 I cannot wait 我等不及要去UCI 我等不及要吃他们餐厅的食物 我等不及 OK 你想她为什么如此等不及 她是等不及去学习吗 她是等着要急着离家 享受真正没有父母馆的自由 对吗 急要几点睡 就急点上床 要几点起 就几点起 所以我后来观察到的是 晚上不睡 早上不起 房间要多乱 就可以多乱 想怎么穿 怎么吃 要去哪 参加什么社团 她生平第一次 不需要跟我报备 她不需要有人在旁边唠叨 她是自己做自己的主 自由 多好的词啊 谁不喜欢这样的观念 所以有人把自由 称为西方最神圣的观念 很多人会为之生 为之死 然而自由 它不应该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它也没那么单纯肤浅 我们都听过囚犯 被放出来以后 他在自由世界里面 受到了各种的压力 还有要求 觉得比监牢里面 还要困难 还要复杂 还要危险 所以有些囚犯 甚至想要重新回到监牢 过那个简单的 不自由生活 我们也知道 有些东欧的国家 从共产主义里面 被解脱以后 对自由经济市场 还有自由世界的责任 适应起来相当困难 自由有时候 没有你想象中 来的自由美好 在约苏亚那个时代 以色列子民 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 被拯救出来的时候 在旷野里面 就没有感觉 他们有多么的自由 多么的美好 他们反而会抱怨摩西 带领他们出埃及 就是为了让他们死在旷野 同样的 从单身 单身 听清楚了 从单身被拯救到婚姻 很多的人也在抱怨 婚姻没有他们想象中的美好 不是吗 这是因为从单身到结婚 你只是清楚 从单身的身份 成为被释放出来的自由 这是freedom front 还没有真正了解到 要这个自由做什么 就是freedom for 就是进入到婚姻 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人们对自由最大的抱怨 比较是所谓何来 所以翻译成为 两性婚姻就是 早知如此 我干嘛结婚 很多的抱怨 其实来自一个误区 就是不了解自由 不是没有束缚 有一个美国牧者 Peter Marshall 他对自由说了这句话 我盼望我们可以想到 自由时 不是有权利去做高兴做的事 而是有机会去做对的事 May we think of freedom not as the right to do as we please but as the opportunity to do what is right 做父母的最清楚 当我们把钥匙交给 刚学会开车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都会交代一句 自由带有一定的责任 拥有车子 它会让你想到哪里 你就可以开到哪里的自由 可是开车要有责任感 你要舍路上的轨道 你自己的轨道 然后你要守交通规则 你才可能顺利达到 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自由本身 并不是拥有车子的目的 拥有车子 其实是为了让你 到达一个目的地 每个在自由当中 挣扎的国家跟个人 也迟早都会学到 自由只是一个手段 或者方式 它不是最终的目标 自由的本质不是释放 让你为所欲为 自由的本质是做选择 因为你得到了自由 所以你才能做选择 约苏亚和以色列民 得到了自由 他们绝对不只是 为了离开埃及苦海 更是为了要进入迦南美地 自由如果没有一个目的地 就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我今天想问 坐在这里的你 困扰你的埃及地 是什么 困扰你的埃及地 是什么 是什么让你活的 像是没有自由的奴隶 你离开了你的埃及地 那所谓的选择 就是不只是离开埃及的苦海 还要选择进入迦南美地 选择的意义又是怎样呢 选择就是选择如何应对 没有选择的情况 任何一个人到了充满自由的地方 变对的挑战 就已经不再是没有自由 而是要怎么使用之自由 就是因为在自由当中 有很多的状况 你会需要做选择 可是怎么选择呢 约苏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选择敬畏神 顺服神 他一切的选择都是遵循这个原则 当初神给了以色列允许 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可是现实当中 这样的美地 不是你一抬起脚就可以跨入 是要克服许多的困难 险阻 所以在进入迦南地之前 摩西拆了12个探子 去打探敌情 结果侦探回来的情报 有两种 第一种是十个探子 口径一致 说那地不可径 因为那地的民强壮 城义坚固宽大 那些地方是吞吃居民之地 看见的人都声量高大 我们就像炸蒙 太困难了 进去想都不要想 不可能 所以简单来说 不能进 另外一种情报是 此地可径 两个探子 是属于这一派 一个是迦勒 他简单的说 我们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得胜 那另外一个探子 就是约书亚 约书亚讲的就比较清楚了 为什么足能得胜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话好吗 一起来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硬屁物 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他他们 好 约书亚的情报 是建立在他相信神的应许 他特别说 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 就会把我们领进那块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个地是牛奶与蜜的地 然后硬屁他们的 离开他们了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要怕他们 而且他说了一句话 不进 你不进去 你就是背叛耶和华神 所以这有两种情报 两种情报呈现了两种选择 进 还是不进 结果民众选择怎样 不进 当你选择不进 你就是选择不信 因为这个地方 神已经答应要给以色列民了 而且从埃及一路的带领 用了多少的神迹骑士 为他们在旷野当中开道路 这时候都迎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 结果看到了窜难重重 看到了对方多么的可怕 这些以色列民 他们选择不进去 他们不信了 这让人饿完 所以神就处罚他们 在旷野当中漂流了四十年 直到这不信的这一带 全部死光 才带领以色列民 最后进入加南美地 我看到这一段时候 我心惊艳 因为我发现 同为一个家族的连结 你会因为他人错误的选择 赔上自己生命的岁月 约苏亚 他是赞成要进的对吗 可是因为其他人选择不进 结果在旷野中漂流四十年 这是他四十年的壮年岁月 我在想那四十年他在想什么 那个时间明明可以进去 就已经可以开始做他们 过美好的生活了 可是他还在旷野当中消耗 他没办法进去 没办法在一个新的地方 建造新的天地 这四十年他生活的内容 就是漂流跟埋葬 因为他要把这一代的人 都给埋葬掉 是吗 就是一次次的埋葬 他自己的家族跟家人 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 没有人是孤岛 没有人的决定 绝对是个人的 不会牵连他人的 你生命当中很多重要的选择 或服是连坐的 没办法分隔得清楚 让你自生自灭 其实以色列民 他并没有选择回埃及 没有 他们也没有想要选择 在旷野过一辈子 也没有 他们只是对眼前的生命处境 感到不满 抱怨连连 他们抱怨现在的自由 没有在埃及的不自由 过得好 埃及在那里不花钱 就可以吃鱼 还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现在都没了 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没肉 没水 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 他们在抱怨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在做一个选择 抱怨连连 会成为另外一种选择 因为抱怨本身就在投射一个选择 很悲哀的 以色列民已经自由了 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就得自由了 可是他们里面是奴隶的心态 他们情愿做奴隶来苟安 不太甘愿为得到的自由付代价 而且他们不清楚 自由本身只是一个途径 不是目的 以色列人得到自由 他不只是为了离开埃及苦海 他还要为了能够进入迦南美地 所以每个人得到自由了以后 都要想一下 你要这个自由做什么 结果以色列民 把他们所得到的自由 全部拿来抱怨 忽略掉真正得到自由的目的 是要去做重要的选择 而不是拿来抱怨 这重要的选择 就是约书亚向以色列民所提出的 你今日你就可以选择 你所要侍奉的 你是有选择的 你的自由就表现在你的选择当中 希望这句话能够放在你的心里 You have choice 你是有选择的 你的自由就是表现在你的 选择当中 我们每个人面对生命都有选择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没选择 我们常常会说 我别无选择 我身陷其中 如果自由的本质是选择 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没得选 生病不是我的选择 失恋不是我的选择 失业也不是我的选择 生下来更不是我的选择 我的同事懒惰 我有什么选择 我的老板苛刻 我有什么选择 甚至我们可以问 进来的武汉新冠肺炎 这个病爆发 我有选择吗 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 好像我们就是一些状况的奴隶 良心的俘虏 或者是一些观念的俘虏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就很像一个 美国有个著名的导演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Woody Allen 听过没有 Woody Allen 他模仿一些很有名的毕业典礼的speech 他讲了这一段话 他说我们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一条道路导致彻底的见面 另一条道路导致存在的绝望 让我们盼望拥有明智选择的智慧 这句话 其实是一个大封刺 你们知道吧 选择歼灭 还是绝望 需要很大的智慧吗 可是这是现代人的感受 就是不是歼灭 就是绝望 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 没得选 这是现代人 存在主义 荒谬等等 都是这样的想法 可是 另外一个神学家 他说的就不一样 德国有个神学家叫潘霍华 听过吗 所有的基督徒 他的书都很值得读 有机会的话 门徒的代价 他有名的书 他是德国神学家 因为他反希特勒 所以他被下奸了 所以他在监狱当中被判死刑 他要等他的死刑 我们在想一个等候死刑的人 他的内心会是怎样的状况 他在想什么呢 结果他表现出来的是全然的自由 他在操练自由的选择 自由的本质就是选择 所以他选择 如何面对他的囚禁 如何面对他的掳获者 如何面对他将要灭灭的死亡 他复述了改革中 Martin Luther 他讲的一句话 其实这个后来成为诗歌的歌词 亲戚祸才可舍 渺小福生可丧 身体重被杀害 真理依然兴旺 上驻国度永久长 这是很有名的诗歌《兼顾宝藏》 里面的歌词 亲戚祸才可舍 到了那一步 他这些全舍了 他其实后来有跟他的未婚妻通信 在信里面 这些他从来没有享受到的 婚姻的美好滋味 跟另外一个人亲密关系的美好滋味 他都舍了 必须得舍了 渺小福生可丧 身体重被杀害 真理依然兴旺 上驻国度永久长 这个是潘祸华 面对没有选择的选择 另外一位南非国父是谁啊 曼德拉 在他坐牢的时候 他自称他自己是全部南非最自由的一个人了 他讲这句话 所以在囚禁当中 却能够心灵自由 这是一种选择 所以什么是生命当中真正的选择 就是选择如何应对 没有选择的情况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面对生命当中各样的危机 我们可以选择 来决定怎样应付 没有选择的状况 2013年 我去亚洲服侍 我每次去亚洲服侍 会顺道回台湾 去探亲 就是那一次发现我母亲得了脑瘤 我妈妈是以前得过肺癌 大肠癌 肺癌 那一次发现她得了脑瘤 我是带着很沮丧的心情 从台湾回到美国 整个状况让我觉得非常的痰瘫 医生建议说用安宁治疗 这表示人力发天 那时候我还在那里放不下 还在跟苏西 问 当医生说安宁治疗 那到底是有多久 是30天 是3个月 是6个月 什么定义安宁 我还想搞清楚这个term 那答案是什么 都可能 对吗 可以是一个礼拜 可以是 安宁就是这样 所以我在神面前去祷告 寻求一个月 我忽然发现 我并不是毫无选择 我这里说的选择 不是医疗的选择 这些选择要做 就是我妈妈这个年龄 到底可不可以开刀 年龄这么大了 开刀进不进得起 要不要做放射治疗 成功率有多少 它的side effect是什么 它要去哪家医院 社会比较好 这些是医疗决定 我发现我有选择 不是指这些选择 这些选择你做过一样的 就是跟我哥哥两个 做了一定的研究调查了以后 讨论可以有个结论的 我觉得我那时候发现 在所有的选择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 整个危机当中 我选择让神处于哪个位置 这是我发现一个 很重要的选择 所以在整个西式行当中 神到底在哪里 我要让他在哪里 神到底是处于这个问题的边缘 还是处于这个问题的核心 我选择让他在哪里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在我的日记里面写下来 我要做这个选择 哪些选择呢 第一个 我选择和神同行走过危机 我那时候在日记上写说 他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这个选择就比较简单 我只要去观察神的作为 观察神的带领 在所有很多让人很困惑的医疗资讯上面 我只要选择神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第二个选择 我选择让神在危机当中掌权 他如果医治我母亲 我非常的感恩 如果他不医治 我也放手感恩 因为他是掌管生命的主 让他来决定我母亲在世的年岁有多长 我的焦虑 没有办法让我的母亲寿命 增加一时一刻 我最近还在跟一个姐妹 也是刚刚母亲过世的姐妹 分享我们的经历 你知道中国的习俗是 亲人过世以后七天 是不是 会入梦之内的 我也不太懂 我哥哥就跟我说 妈妈都没有进我的梦 他就问爸 妈也没进你的梦 我就说 我可不希望我妈进我的梦 我希望我妈妈在天堂 好好的待着 对吧 她已经释放了 从身体释放了 让神来掌权 第三个 我选择追求世人夺不走的平安 这个很重要 当你选择追求那世人夺不走的平安 就是你知道 也许 亲人在世的时日不多了 可是你不会放弃 你也不绝望 你懂我的意思吗 有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的放弃 放弃了以后就觉得很绝望 我那时候就是不放弃 可是我也不绝望 这种平安是非常深层的平安 对我来讲 因为我是一个作家 作家都是比较 有一个人是讲的比较好听 是说你们都是不太正常 说作家不太正常 我说No No No 不是不正常 是我们有特殊的精神体质 对作家来讲比较感性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的亲人过世会让我整个人瘫痪 那我私心也做了 这样的想法跟准备 可是当我做这个选择 说我要追求世人夺不走的平安 我发现我母亲临终过世的那个时候 我没有掉泪 我没有掉泪 非常的平安 没有那种 你知道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大声哭喊 没有 我们都很安静 都很平安 我没有成为我想象中的泪人 被整个泪水瘫痪 在那个告别式的那一天 我一滴泪都没掉 反而是非常的有平安 在一些痛点上 没有哭成泪人 因为心中有深层的平安 然后我选择 我不让生活中断 这让我从我的哀伤当中 我可以爬出来 继续往前走 原本我告诉我的同工团队 我的创文同工团队 我说如果我妈有事 我可能忧伤到 大概一年吧 一年 我可能整个都要停摆 你们心里有点准备 那时候就是通知他们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选择我的生活不中断 这个抉择减断了我 忧伤的各种残累 让我可以继续服侍 没有减断 所以我母亲过世以后的那一年 原来安排好的各种行程 没有一次耽误 而且服侍当中 没有一次感觉 我自己是很勉强的上阵 没有那种感觉 好像这是责任 这是义务 我必须要自己努力的爬上去 爬上那个讲台 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勉力上针 没有垂脚沉重 还是跟以前一样 足够的灵力跟活力 让我可以冲锋去宪政 我觉得这些选择 是建立在我对神的认识 跟相信 过去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带领 让我深深的体会 无论是生 是死 都没有办法让我怎样 与神的爱隔绝 神是信实的 He's so faithful 所以母亲的过世 她的临终跟过世 我心中就是有那种 说不出来的平安 所以我今天也想问你们 请问在座的你们 现在最困扰你的是什么 你活得像是别无选择吗 也许你不能选择 你自己的位置 是站在哪里 可是你可以选择神 在你生命中间的哪个位置 你可以做那样的选择 所以不管我们的今天 或明天会怎样 我们需要不断地操练 我们的自由 而自由的本质 就是去做选择 即使你做出错误的选择 拙劣的选择 甚至很大的错误 可是神允许我们犯错 祂让我们可以学得快一点 在所有的选择当中 非常重要的选择 是对谁 委身 你选择要侍奉谁 委身就是选择侍奉神 这是终生大事 也会影响整个家族 约书亚说 今日你可以选择 所要侍奉的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 耶和华 如果自由的本质是选择 那么自由的目标 就是委身 我刚刚说 我们必须要了解 得到的自由 是哪来做什么用 是哪来委身 承诺 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选择 就是选择对什么委身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比较容易为一个崇高的目的 现身 当我的孩子 女儿高中的时候 问他说 你想学什么科系 你要不要学这个 你要不要学这个 他都说不要 那我说那你想要怎样 他说我想 save the world 我要拯救世界 后来呢 我当时的感觉 我的孩子真special 只要拯救世界 后来 我儿子跟我说 在伯克来 每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要拯救世界 年轻人比较容易 为一个崇高的目的 去现身 OK 中年人 可能是为家庭 对吗 为家庭现身 为自己的事业现身 甚至为自己的国家现身 我曾经讲过一场 婚姻讲座 讲过 现身不见得是 要像Titanic 就是唯一的救生圈 让给你 我自己沉下去 现身不见得是要这样 真正在婚姻里的现身 是每天死一点 就是我不喜欢这份工作 我为了家 我还是提着公司 包我忠心的去工作 我不喜欢做家事 我为了这家 我也是每天在做一点 每天死一点 这叫做真正的现身 那种一股作气 给你救生圈的那种 过了那股气以后 也就没了 有没有想过 一个人过得 好好的日子不过 为什么要去当兵 穿着制服 天天受军训 然后过着非常单调的 纪律的生活 到最后要冲锋现阵 还可能 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了 对吗 那是因为他渴望 为一个更大的目的 去现身 这个目的会要求 他摆上他所有的一切 因为这个目的值得 他奉献自己的生命 他也再说不惜 很多人对神 对信仰 也是这样的态度 我和我的家 对神 对信仰 也是这样的态度 虽然现在这个社会文化 是个人主义 要求我们好处状元 我们要得第一 把人家给踩下去 除了我们自己 我们不会为任何 自己之外的对象为生 可是我想大部分人 还是寻求一个对象 值得他完全地信任 完全地忠诚 完全地现身 有些人会去追粉 像一些名人 成为那个铁粉 可是你去追的这些 英雄或者名人 常常会让我们失望 就会发现 好像没有一个 可以值得你效忠的对象 没有的时候又感觉很荒凉 所以很多人 试着去追逐金钱 追逐权力 追逐信 那拥有这些的人呢 他展现出来的生活 又不会让我们很羡慕 那些追求快乐 享受跟感官满足的 常常是最被束缚的人 有些被他们启发 也加入这些追逐的 后来看起来也很虚幻 那生命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尾声 就是婚姻 我们都常说 成婚是终生大事 而且你一进入到婚姻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是致死方黎 哇塞 致死方黎 你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 我曾经讲过 几十年以后 你还说我不讨厌你 这就是一大功绩了 对吗 生活在一起 那如果说不但不讨厌 我还爱你 哇 致死方黎 婚姻是朝夕相处 彼此的生活习惯 思维方式 甚至脸色 全都密切相关 面对一张臭脸 你很难心情好 对吗 我们是彼此影响的 所以我们婚姻大事 我们需要很慎重 很沉重的 做一个承诺 这已经不是口头 很轻飘飘的 说一个I do 我愿意 那么轻松的一句话 这后面是要用你的医生 来实践 来付出的生活方式 就还好 人生这种终身大事 这种等级的决定 不太多 不太多 除了婚姻 就是信仰 而且 你不只是选择走入 哪一个信仰 也包括在这个信仰当中 你要选择侍奉 这个信仰中的神 所以你选择 侍奉谁 这也是终身大事 我这边有个地图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在你们的左下角 应该是埃及 对吗 看得出来吗 那整个像血管 切断整个地图的 那个是优法拉底河 OK 今天的这段经文 约书亚特别的 让他们讲清楚 以色列民啊 你们有选择的 你们可以去选择 侍奉列祖 在大河那边的神 这是哪里的神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柏拉大河 就是现在的 伊拉克境内的 优法拉底河 就是那个斜跨 整个地图的 这是柏拉大河 列祖讲的就是 亚伯拉罕 如果你们往地图的 右边看 当初亚伯拉罕 就是从乌尔那边 被带出来的 OK 所以他说 你可以选择 那个大河那边的神 去拜那边的神 另外呢 就是 左下角就是埃及 你们也可以去 侍奉埃及的神 然后你们也可以选择 侍奉亚摩利人的神 亚摩利人是那个时候 在迦南地 各个民族的统称 亚摩利人 亚摩利人对后来 以色列人影响很大 影响他们去拜偶像 各样的偶像 亚摩利人 所以你看我这三个 箭头摆下来 是不是已经是 变满全地了 对吧 等于是各式各样的神 约书亚 为什么要列出这些神 他是要让以色列人 做一个 你充分了解你的选择 You know your option 充分了解的状况的选择 了解这些神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这些神没有为你们 做过什么 可是耶和华神呢 曾经帮助他们 一次又一次地 打败敌人 这个地图显示的是 当初怎么带领 他们出埃及 你们看的那个路线图 有没有 在这个路线图里面 一直到进入到 那个约旦河 耶利哥城进去 神是行过 一次又一次的奇迹 一次一次帮助 他们打败敌人 最后耶和华还对他们 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好喜欢这一段话 我赐给你们地图 非你们所修制的 我赐给你们诚意 非你们所建造的 你们就住在其中 有的是 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 橄榄园的果子 耶和华赐给他们地图 在那个时代 地图是莫大的赐福 有了地图 你就不用漂泊 你不用过游牧生活 你可以拥有现成的城池 你还有食物跟蔬果 所以神已经带他们 供应他们这么多的东西 还有神迹 以色列民要怎么选呢 其他的神没有做到什么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可是耶和华神 曾经做过这一切 他们要怎么选呢 那耶稣亚说 你们可以去选 至于我 他是选谁 我和我的家 侍奉耶和华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亚 为什么要选择侍奉耶和华 他非常清楚 埃及的各样的偶像 他是成长在那个环境里面 他看到埃及人是怎么去拜 各式各样动物 这些偶像 包括牛蛙 羊 蛇 青蛙 他们什么都拜 他也看过各种义邦 他们的国家社会 道德是怎么被偶像给腐化 给沦陷 这是为什么他自己成为 以色列民的领袖以后 他会告诉大家说 请你谨慎 选择你要侍奉谁 然后他说出他自己的选择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很喜欢他这句话 必定 必定 必定就表示绝不回头 必定不动摇 我必定选择侍奉耶和华 那个意思是什么 我要除掉一切外邦的偶像 所以他这边讲 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专心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 所以我也想问 在你现在的生活里面 有什么你需要除掉的偶像吗 偶像不除 你没办法专心归向耶和华 然后这样的尾声牵涉到全家全族 约书亚说出他自己的选择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就不是你一个人的决定 它影响你的家族 所以你是选择侍奉偶像呢 还是选择侍奉耶和华神呢 他会影响你整个后代 因为在耶稣亚书的24章后面 有提到 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 所行诸事的长老 在耶稣亚过世以后 他们还在侍奉耶和华 真正的影响就是你死后 他们还是按照你的话 在同样的把它活出来 当初我奉献的时候 我的父母并不是那么理解 我妈妈那时候说了一句话 早知道你有今天 我何必支持你念到硕士 然后后来就要跟我断绝关系 然后我爸爸就飞来美国 他要了解状况 他要确定我不是被谣言获重 受到影响 所以父亲那时候 问了我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甚至要拿出我的账本 让他看到说 我辞掉工作以后 我们还可以过 还可以活 一笔笔账算给他看 你知道我算完了以后 证明因为我是学会计的 是吧 绝对是证明我们可以过得下去 可是我爸爸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你跟永浩你们可以决定 你们过怎样的生活 可是你们有权利来决定 你的孩子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是出于那个父母心 担心我们会让他的外孙子女受苦 想的是那个物质经济的层面 那现在我想我们这么多年过来了 是啊 我没有权利来决定我的孩子 过什么样的物质生活 可是我觉得 我可以用我们的选择 来影响他们过怎样的属灵生活 我希望我跟我的家 都能够侍奉耶和华 有一本小说叫My Antony 作者是美国的女作家 威勒Catherine 她写过最有名的是大主教之史 在My Antony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 他定义什么叫幸福 他说幸福是融入更完整 更伟大的什么 happiness is to be dissolved into something complete and great 他用的字是dissolved 这个dissolved就是溶解的意思 他不是说幸福是自我的肯定 幸福是自我的坚固 他不是 他说自我是被溶解 整个被分解融化 进入到一个什么 比自己更大的 更完整的 什么目的当中 那这句话 他很喜欢 所以在他死后 他把它刻在他的墓字名 你们现在可能看不太清楚 最下面的那一段话 上面是介绍他的经历 下面最下面那一段话 就是这一句话 happiness is dissolved into something bigger 那我们不需要把这句话 刻在我们的墓碑上 我们也知道 一个值得活的生命 必定是委身在一个 值得信任 然后投入的目标 然后这个目标 自必是会大于自我 你知道为自我活 很快你就活完了 你就这么点 对吧 很快就活完了 所以我们必须是 投入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 值得信任的 然后在那个付出当中 我们懂得什么是真自由 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 是怎样一个平安跟慈爱的神 为他效命 会带出什么样历史性的影响 我觉得你不要小看 你所做的 不要小看我们在FECDB 这个教会里面所做的 哪次我们就是在门口里 发一张进来的bulletin 你都不要小看 因为每做的一个 都是在永恒里面是有影响的 我曾经说过 天国的影响 是在上帝的时间里面来完成的 我们现在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永恒的影响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的付出 会让我们尝到真正自由的滋味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上帝给了我们做选择的自由 而且是做最好 最极致 最高选择的自由 我们可以选择侍奉上帝 我们也可以选择侍奉其他的神 可是不管怎么重要的都是 你要选择一个值得你奉献一切的神 所以这样讲起来 自由的本质是选择 自由的目标是尾声 最高的尾声就是选择 带领你全家 一起来侍奉耶和华 最后再讲一次 你今日就可以选择 所要侍奉的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